作词曲 李宗盛 不要彷徨 不要再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过往 谁没点到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阳光 到处有阳光 迷途的逍遥 看不见阳光 在十字路口彷徨 谁让他欣赏 无情的海游 露出你笑脸 无事落地有光 指引他方向 不要惶惶 不要再惩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孤光 谁没跌倒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温暖 谁没跌倒 谢谢你啊,雨小姐 麻烦你了 哪里?快进去看 怎么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想洗澡 雨姐 不肯替我洗 你怎么忽然想起来要洗澡呢? 我 我好难过 全身里面的 好脏 好臭 求求你 无论如何 找个人 帮我洗一洗 这 雨小姐怎么说 她为什么不肯答应听你洗 是医生不准吗? 不 不是的 她说 她没有空 那怎么办? 想不到 我姬梅兰 是这么可怜的人 不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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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去请珊珊来帮忙 好不好? 我 欠了她一身 晚不晚地在 当莫了 还得记上一笔 美兰,这种小事算得了什么吗? 你生病了,珊珊是个很够意思的朋友 她不会计较的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跟她联络 你等着 喂? 珊珊啊,我是小招 你找支培吗? 呃,不,我找你 找我? 你... 你能不能马上到医院来一下? 什么事那么急?是不是美兰? 她很难过,她要洗澡 那... 珊珊,你来帮美兰洗一下好不好? 珊珊,求求你,拜托拜托 美兰,美兰她从来没有这么可怜地求人家 好吧,我马上来 你... 怎么了?你怎么能坐到这里啊? 我刚跟夏哥回家,刘嫂告诉我说 你打过电话,急着把珊珊找来 害我急得半死 是不是美兰病情有了变化? 你干什么? 珊珊不是在里面吗?我要进去看看 现在不能进去 怎么了? 珊珊在替美兰洗澡 珊珊 珊珊 能不能麻烦你跑一趟花莲 干嘛? 把美兰的妈妈和妹妹一起接来 怎么了?美兰真的不行啊 你不要胡说,美兰她现在很好 那你为什么要我去接她们呢? 我要跟美兰结婚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跟美兰结婚 小赵,你疯了!我没有疯 我再说一遍,我要跟美兰结婚 她的妈妈和妹妹是她唯一的亲人 当然,一定要来参加 麻烦你帮我去接她们 小赵,你也不想想 美兰现在病成这个样子 她怎么跟你进里堂结婚 我们不进里堂 我们就在病房里 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 美兰,你今天特别漂亮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打扮了 小赵,要是看到你这么漂亮 一定很高兴 小赵 你真的决心这么做吗? 是的,老师 老师是我这生当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所以,在这个对我最重要的日子里面 绝对不能够没有老师 也请老师 像祝福智培和珊珊一样 祝福我和美兰 如果这是我,你终生所希望的 那么老师祝福你 也祝福美兰 真没想到 人世间的事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居然会嫁给小赵 我很荣幸娶到美兰这样的好妻子 我很羡慕美兰的幸福 小赵的勇气真让我感动 你很厉害 你一大老前辈 为什么不找我高兴呢 妈 妈 你不要哭了 今天是简洁的大行 我们不应该哭 我们应该为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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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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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赵 在家里 你叫我 妈 妈 你放心 我跟美兰结婚以后 会好好照顾她 同时我也会负起 做女婿的责任 尽心尽力地孝顺你 奉养你 还有美姨妹妹 姐夫 姐夫 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姐姐 我会的 我会把一生的快乐和幸福 统统都给你姐姐 谢谢姐夫 好 婚礼可以开始 徐小赵先生 你愿意跟季美兰小姐 接为夫妻终生爱护她 照顾她吗 愿意 季美兰小姐 你愿意跟徐小赵先生 接为夫妻终生爱护她 照顾她吗 不认为爱护她 不认为爱护她 你愿意跟她 沿尸 在感情中 这听不说 到处有温暖 有温暖 耀明,你从美国回来了 事情办成什么 你姐夫的眼睛到底能不能治 能,不但能 而且不用到美国去 此地就有医生可以动这种手术 对了,姐夫在哪儿? 我们快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他 文采 文采 姐夫 又瓶,你从美国回来了 姐夫,我把你的这个病例案 交给波士顿医术中心的这个 视网莫全文医生 麦芬森博士看过之后 他很肯定地告诉我 姐夫的眼睛绝对可以医治 不但是这样,他还说 我们国内的这个荣民总医院 已经将做这个手术 所需要的最新的这个机器 引进至国内,所以姐夫 您可以不用这样大老远的跑到美国去了 文采,你听到没有 你的眼睛有救了 你的眼睛有救了耶 哦 耀民,那我们什么时候到荣总去啊 去啊 当然是越快越好 现在就去怎么样 现在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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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天哪 嗯 我們運氣真好 醫生說,如果時間拖得再長一點 等到眼球萎縮 或是轉成其他的併發症 就是再好的醫生 再新的技術 恐怕也治不好了 姐,那就馬上替姐夫辦手去住院吧 不行,養護中心的訴求 我都還沒有交代 怎麼能說住院就住院呢? 還有什麼好交代的 交給我和佑銘,你還有什麼放心的呢? 是啊,姐夫 現在最重要的是醫治眼睛 等你的眼睛醫治好之後 要做的事多著呢? 不,我還是要回去一趟 再說,我們也在簽署醫生的時間 剛才醫生不是說 這兩天的手術還能慢慢的 沒有空嗎? 這兩天沒空,後天他就有空了 這樣吧,我們明天來住院 後天一大早就請醫生動手術 你說好不好? 你這位我的眼睛 真的會好嗎? 當然會 醫生不會騙我們的 好吧 那我明天就來辦住院的手術 老師,馬金姐,先生 智培,你們來了 怎麼到辦公室裡去做呢? 智培,我正想打電話問你 換榜了沒有 我們剛剛就是去看個榜單才過來的 怎麼樣?沒問題吧? 智培考上了 太好了,太好了耶 恭喜你啊,智培 謝謝老師,我是特地來感謝老師的 沒有老師的關懷和照顧 我是不會有今天的 謝謝,謝謝老師 不,這都是你努力的結果 現在,我總算可以放下心裡這塊大石頭 對你母親總算有個交代 不過,進入大學只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以後的人生還必須要不斷地努力奮鬥 你千萬不能為我一死的成功 有個鬆懈 老師,我知道我會永遠記住老師的話 怎麼大家都站在這裡說話 到辦公室去做嘛 來,喝杯茶,謝謝 謝謝 智培,你還沒告訴我們 你考上哪個學校呢? 師大,老師的母校 智培的成績本來是可以上台大的 可是,他選擇了師大教育室 他說,他將來要跟老師一樣,現身教育 是嗎?智培 經濟的繁榮,使得社會形態急速的轉變 生活水準是不斷提高 可是文化水準卻始終跟不上 年輕的一代,在多樣化的都市裡 經常容易迷失自己 因此,才會有那麼多的偷竊 搶劫,綁票 甚至更殘忍的 對幼童的是以強暴的犯罪行為 我認為歸根究底 是我們的教育亮起了紅燈 學生在學校的學習階段 不能夠修好完整的品格 踏入了社會,就成為社會的包袱 甚至呢,危害到社會 有,你怎麼學得跟你老師一模一樣 老師說些八股的話 阿丁姐,老師說的都是經理狼言 而不是八股 記得老師說過 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起頭狼 也犯過罪,做過牢 可是最後大策大悟 為教育下一代先生 不計任何的名利 志偉,你真的長大了 老師,是你的精神感動了我 你關心我們的社會 關心全民的生活 更關心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也決定跟著老師走 我也要做一個默默跟您的老師 老師,志偉還有一件更值得您高興的事 要告訴你 什麼事 我爸爸要我轉告您 他已經在天母找到一棟大別墅 打算讓你們搬過去 他說,這裡的房子太小 也太破舊了 他打算擴充這家養護中心 成為全國最大最好的養護中心 好收容更多的慘障孩子 好,請你回去 待會兒謝謝你爸爸 文采,那我們馬上就要搬家了 我爸爸說,要你們趕快搬 昨天就有颱風警報 要是颱風真的來了 這棟房子年久失修 恐怕不安全 好好好 我們明天就收拾,準備搬家 不行耶,明天要進醫院 沒空啊 去醫院 阿菁姐,誰病了 不是生病,是你老師要開刀 我告訴你們,你老師眼睛可以治好了耶 蛤,真的 老師,太好了 不過,手術能不能順利,還不知道 哎呀,醫生都說沒問題 你少說不吉利的話好不好 智培,搬家的事就等老師眼睛治好了再說 現在我去把那兩個好消息告訴孩子們 他們聽了一定會跟我們一樣高興 你們一邊吃,一邊聽師母說話 老師的眼睛明天要開刀 等老師的眼睛好了 我們要搬到好大好大的家 你們高興不高興呢 鵑,鵑,鵑我,鵑我,歐姐 會對我們弄不有 opin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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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